那我们这一集要来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 很久很久以前当超商们开始收集公仔的时候 全家乘兴出过复仇者联盟的公仔 那个时候我就凑到了六支 我就去换了六支 结果成功的就让我在六支里面凑起了 他们那个时候一组是五支 所以我就出了这么一题给我学生算 请问如果每一支的出货比例一样 也就是说每一支出现的几率都是五分之一 每一盒里面 那我换了六个打开来就发现凑满一整组五个都有了 也就是说刚好就是多一支 这样子 请问这样的几率是多少呢 这样的几率是多少呢 你跟安哥暂停写一下 因为我不是连续开六盒的公仔吗 所以它是一个N向式展开 N向式展开的情形 那我N向式展开来之后 就是我有那个XYZAB各有五分之一的几率 对不对 开了六次 其中问你怎么样 我说我凑满正好凑满五个都一组五个都有吧 所以是X平方YZAB 这里讲同形象的意思就是说 一平方四个一次 不见得平方要在X 也可以是平方在Y或Z或A或B这样子 然后把他们的系数合起来就是我全部的几率了 所以说如果是X平方YZAB这一项 就这一项 它的几率会是多少 那因为我每一个都是五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五分之一六次了 因为你不管谁分到两次 谁分到一次都是一样 重点是它前面系数会有什么 那因为它这上面都是1嘛 所以也不会有别的数字 就是那个 我们前面是不是 就是你们很想要写C6取2 所以我们前面是不是都会写像这样的东西嘛 对不对 C级取级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写什么呢 我们要写的是 注意哦 我们二项四的时候才是C级取级 假如你C6取2其实是六阶除以四阶二阶 那是你六项被分成 比如说X四次Y两次 四个给X两个给Y 我们之前有做过那个三项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五项的 所以说其实你现在 六个括号呢 是分给 某一个有两阶 一阶一阶一阶 我这写太小了 其实是变这样子哦 所以没有六阶除四阶二阶 所以不是C6取2哦 这是我们这个问题哦 跟那个二项四展开一个很大的不同 然后因为不见得一定要是平方在X这一项嘛 所以有一个C 你可以说是 5阶除1阶跟4阶 就是ABC XYZAB 5个位置数配对给211111 所以是5阶除1阶4阶 或者说C5取1 5个里面选一个出来给平方 都可以 OK那这就是他的几率了 所以是 5的6次是 165的平方是15625 15625 6阶除以2是360 然后这里除掉一个5 这里除掉一个5的话剩下72 72哦 这样可以吗 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哦 有一种乐透呢 它总共有40个号码 一次会开出6个号码 玩家一注可以签8个号码 那如果你签了这8个号码里面 刚好有我开的那6个号码 你就算得头奖了 小米买了一注 结果他这8个号码呢 跟开奖出来的那6个号码 一个都没有对 一个都没有中 那请问他的几率是多少呢 这里有选项的 然后选项还跟你说我是怎么 怎么写出这个式子的 我是这样想的 第一个选项是 我随便签注的话 40个号码里面可以选8个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C40取8 随便签分支 那你不是要我说一个都没中吗 所以我在没有开出来的那34个里面 选8个出来 所以是C40取8分支 C34取8 或者 选项2 我是这个在开奖的时候 不是开6个号码吗 那40个号码里面开6个 那我不是选了8个号码吗 所以我有42个号码 我有32个号码没有选 结果他从我没有选的32个号码里面 开6个出来 是C40取6分支C32取6 然后选项3 我签的号码 每一个都没开出来 我在对讲的时候 我在对讲的时候 看我签的号码 一个一个看 一个一个看 总共有8个号码 第一个号码没中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号码要从40个号码里面 选34个没中的号码里面的某一个 结果第二个号码还是没中的 那接下来这剩下39个号码里面呢 他是剩下33个没中的其中一个 对不对 然后38分之32 37分之31 一直到第8个号码是33分之27 于是这8个号码都是从没中那里挑出来的 好 选项4 开出来的号码都是我没签的 那这一次就是说他一个一个号码 开讲的时候爆出来 第一个爆出来的是 我没签的32个号码里面的一个 结果第二个爆出来的 又是剩39个号码了 又是我没签的32个号码里面的 剩下31个的一个 然后再来 38分之30 37分之30 29 到这里 35分之27 4个选项 4个选项 那请问呢 哪一些才是答案 可复选 可复选 按个暂停想一下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讲了 我们现在讨论一件事情 其实选项3跟选项4是一样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40分之34 39分之33 一直乘乘乘到34分之28 33分之27 如果我把重复出现的33跟34约掉 我就会得到40分之32 39分之31 乘乘乘乘到35分之27 就会是刚才的选项4 所以选项3跟选项4 其实是同样的答案 好 然后 其实选项3跟选项1是一样的 因为40分之34 39分之33 这个我们前面讨论过嘛 就是数状图展开去想象 8是卡定理的使用 他其实最后会变成P40取8分之P37取8 然后你上下同出8接就会得到C40取8分之C34取8 那所以同样的逻辑你就会发现其实选项4也等于选项2 所以其实这题的答案是 这四种算法 这四种算法都是对的 这样刚好答对吗 因为既然几率会使用到C嘛 那既然几率会选择去讨论方法数嘛 所以其实一些排列组合的问题都可以换个角度来改问几率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排列组合转成几率的问题 像这样子 S4从1到10 从1到10十个数字里面选择三个 求三个数字恰有两数连续的几率 他这里讲说选择三数是不选重复的 你可以按个暂停自己做做看 一样就是不要理我的那个法一法二 那我们就直接讲了 所以没有错啦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全部减掉 他不是问说恰有两数连续吗 那你要不然就是有三数全部连续 要不然就是都不连续 要不然就是两数连续吧 如果你觉得三数相邻和都不相邻比较好算 你可以这样子做啊 所以全部有几种 全部是这个 C十取三 C十取三 好那扣掉哦 三数全相邻 三数全相邻的话等于是 一圈七叉牌一列 好那你排完之后 比如说你圈 假如排在第三个就是你叉叉圈 叉叉叉叉叉叉叉 那你就等于是选了345 你假如圈排在第五个你就是选567 你假如圈排在第八最后一个 第八个就是选890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能够选出来的就是 总共其实有八种 总共其实有八种 所以是C8取1 或者你说八阶除以七阶 看你自己习惯写的方式 那我是因为我的位置很小 写C比较好写 扣掉 然后呢 如果是不相邻呢 那这当然就是怎么样 插先牌嘛 然后圈再插入 所以说是三圈七擦排列 然后圈部相邻 那等于是在八个位置里面 让三个圈放进去 是C8取3 三圈七擦排列 这个圈部相邻 就是C10取3 这是答案 好所以我把它算出来 它是120分之 120-64 所以是56 然后可以约分 可以约8 7分之7 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这个 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恰由两相邻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 圈圈和圈不相邻 也就是所谓的1A1B和7个插牌一列 那其中AB不相邻 这样子的意思 那如果你最后比如说你得到的是 AXXB 然后XXXXX 那你就是选了这个12 然后45不选 然后选6 这样你就有两相邻一不相邻 所以说这样子做的话 你7个X排完之后会有8个位置 8个位置之后呢 因为A跟B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是P8取2 那当然全部还是C10取4 所以是120分之 56 这样也可以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指一个公正骰子4次 点数依序是ABCD球这个的几率 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回去看排列组合的那个单元 那会跟你说呢 其实这个问题 A不等于B B不等于C C不等于D 而且D不等于A的问题 其实它会等同于是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相邻不 4格填入6色 相邻不同色的填法 因为这个不跟这个一样 这个不跟这个一样 这两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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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两个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假如你依序填 1 2 3 4 的话那你会得到的是 6个选择 这个有5个选择 这个要选 和他同色 或和他不同色 会分拆 和1同色的话 那他们两个同色 他只要排除1色就好了 是乘以5 他如果选跟1不同色 本来他是不要跟2一样就好了 所以他有5种选择 他现在如果又要跟1不一样 又要跟2不一样 剩4种 这个1跟4合起来 刚好是原本的5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分拆 那这个时候这两色 他都不能有 所以会乘以4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会变成是 30乘上 这个16加5是21 630 随意骰出的点 那个骰子骰4次啊 的几率是 36的平方 是1296 712分之35 这这题 值一立公正骰子5次 得到这样子 那求这个 他不等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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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等于他 他跟上面这题的差别在于什么 差别在于他没有兜回来 他最后没有要你自己不等于 可以吗 他只有顺着过去而已 一样同样是在排列组合 然后这个讨论组合的题型的时候 有这么样的问题 是 他这个问题等于是 6色填入5格 相连不同色 那你依序就会得到有6种选择 5种选择 5种5种5种这样子 于是把第1个6约掉 剩下6的4次分之5的4次 这样可以吧 那我们继续上到这里